话说呀,从古至今,这做人,最不能缺的就是诚信,信已无价。只要你坚持这么做,肯定能交好运。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给你听。 话说呀,在古代的某段时间,那时候群雄逐鹿,狼烟四起。青云山下有一座小城,由于地处偏僻,暂时还算太平。 小城里开着一家不大的当铺,老板姓董,五年前为躲避兵货来到这里,雇了个当地伙计叫王三,两人操持着这买卖,其实也就是胡个口。 这天,王三独自在柜台里打瞌睡,忽然被一声大吼惊醒,伙计,我当东西。 这声音就跟打雷似的,差点把王三吓得尿了裤子,抬头一看,面前站着一条飙形大汉,满脸的落腮胡子。 大胡子手里攥着一个手镯,王三只看了一眼,就吃惊不已,这可是汉玉呀,起码值千两文银。 王三正打算到后面叫董掌柜,大胡子伸手一拦,别麻烦了,我就当三文钱。 王三还当听错了,您,您说什么? 大汉两眼一瞪,就当三文钱,两文不行,四文咱也不要。 王三心里这个乐呀,挺大一条汉子,感情是缺心眼啊,当下麻利的开了当票,然后连同三文钱递过去。 大汉接过钱,道了声谢,扬长而去。 王三捧着手镯直奔后堂,找董掌柜报喜去了。 没想到董掌柜盯着镯子看了半赏,脸色竟阴沉起来,听你说,大汉的相貌,莫非他是青云山的贼寇? 我正要找他们报仇血恨。 原来青云山上盘踞着一伙贼寇,本地的马县令搅了几回也搅不动,便在城里画影图形,声言捉到一个贼寇赏银赏银百两。 其中正有一个标形大汉,和当镯子的人长得非常相似。 而董掌柜五年前和妹妹由外地逃过来时,就遇到一伙蒙面强人,号称是青云山的,把他妹妹抢走了。 当下董掌柜领着王三,朝大汉离去的方向追了下去,打算找到大汉的落脚处,好像马县令报告。 这一追就追到一家新开的豆腐房前,两人远远见到大汉在豆腐房门前徘徊了几步,然后在门上写下一行字,快步而去。 大汉走远了,董掌柜凑到豆腐房前,只见铁将军把门,显然主人不在家。 再看大汉在门上写的那行字,赞助山神庙,明日奉还三文钱。 这是什么意思? 董掌柜正在疑惑,远处过来个挑豆腐挑子的,原来是豆腐房的主人张小六回来了。 这张小六是半月前才从外地搬来的,董掌柜不认识他。 健壮忙上前拱手,问门上的字是怎么回事。 张小六呵呵一笑,说,今天一早,有个大汉来买我的豆浆,喝完了一摸兜,却没钱付账,我说反正就三文钱,免了吧。 他却说,这算赦账,回头马上还我,没想到他还真当回事。 董掌柜听完,拉着王三就回当铺。 王三是分纳闷,问,老板,咱不去马县令那里告密了。 董掌柜轻轻说道,这山寇是个诚信之人哪,他是不可能抢抢民女的。 回去把镯子藏好了,预备他随时来数。 两人回到当铺天色就晚了,董掌柜早早睡下,王三却悄悄溜出当铺,他还想着马县令的那一百两赏钱呢,所以瞒着董掌柜,奔县衙告密去了。 马县令一听,这个高兴呀,能抓住一个青云山贼寇,升官发财,指日可待啊。 他连夜带着衙衣直扑山神庙,没想到扑了个空。 王三说,这贼寇是个死心眼,他明天一定还会去豆腐房还钱,只要去那里守株待兔便可。 马县令觉得有理,一伙人又直奔豆腐房而去。 豆腐房院里点着灯,张小六正赶着毛驴磨豆子,他老婆在一边帮忙。 马县令说明来意,命两口子继续磨豆,衙衣们则抽刀在手,躲在一大堆干草后面, 县太爷和王三葬在厢房里,指挥一切。 这时,天色慢慢亮了,张小六两口子累得气喘吁吁,连毛驴也满身是汗。 张小六的老婆心疼毛驴,便扯了一把干草喂毛驴吃。 忽然,门外传来了敲门声,张小六不慌不忙地去开门。 门一开,外面站着的果然是那大汉,他两只巨岩往屋内一扫,忽然转身就跑。 马县令急得大喊,抓贼寇。 衙衣们顿时蜂拥而出,大汉却不慌张,魁梧的身子忽然像冲了气的气球,轻飘飘上了房,闪了急闪就不见了。 马县令这个气啊,没想到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。 正要回牙,一旁的王三走过来,轻声对马县令说,您知道贼寇为啥能跑掉? 是这对豆腐夫妻通风报信。 说着他走到干草堆前,指着上面的一个窟窿说,这是他老婆喂驴时扯出来的,恰恰露出了牙翼的道。 马县令听完勃然大怒,来人,把他们抓进大牢。 回到县衙,马县令就琢磨上了,他这一回兴师动众,却让贼寇从眼皮底下从龙逃去,被上司知道了可不好办啊,看来只好对豆腐夫妻动用大行,让他们冲一回贼寇了。 第二天马县令就对豆腐夫妻上了老虎灯,夫妻俩也是明白人,看着阵势,不话鸭只怕惠丽死堂下,便都按了手印。 马县令忙准备求车压界上京,可还没等他动身呢,只见一条黑脸大汉,熊啾啾气昂昂走进大堂,声音阵的牛皮骨嗡嗡作响,我才是青云山正牌贼寇,不要为难老百姓。 大胡子被关进了大牢,王三就找马县令领上来了,他可忘了一件事,那就是这位马县令的外号,叫做铁手无情。 当然,这不是说他有多么公正怜悯,而是说他的贪婪吝啬,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拿出一文钱来。 当下马县令笑呵呵地说,贼寇是自首的呀,跟你有什么关系? 王三心里暗暗叫苦,这时候他就别提多后悔了,不但拿不到赏银,也无法再回当铺做活。 而且,青云山的同党铁定会报复自己,外出逃避吧,又没有盘缠。 想到这里,王三一咬牙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他跟马县令说,这贼寇还有个汉玉卓子在董掌柜铺子里,藏的地方只有我知道,您要是答应把他的当铺给我,我就领您去。 马县令一听,知道这是财神爷上门,跟着王三就奔当铺来了。 董掌柜已经从街上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大概,所以早有准备。 王三依马当先,跑进藏玉卓的地下室,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便逼问玉卓的下落。 董掌柜从容地一笑,王三啊,你是在我这里待过的,怎么不知道当铺的规矩? 主顾把东西当在我这里,我就不能容许它有任何闪失。 可这是贼脏。 一旁的马县令接口了,董掌柜转脸看着他说,我只知道,他是个讲诚信的人,所以我也不能失了诚信。 马县令看着情形,知道这人是块硬骨头,便命人把董掌柜以窝藏醉压入大牢,等以后再慢慢审问他玉卓的下落。 至于王三,眼看着是又半杂了,只好悄悄溜了出去,从此隐姓埋名。 董掌柜一入狱,竟碰到一帮子熟人。 原来,这座监狱太小,只有一大间男牢,一大间女牢,所以先进来的张小六,后进来的大胡子,都和董掌柜关在一处。 三人很是投缘,讲讲做人,谈谈诚信,不由兴高采烈起来。 这时,大胡子变戏法式地摸出一块银子来,让狱卒买了些酒肉,三人开怀畅饮。 不知不觉,三人都醉倒在地。 第二天,张小六和董掌柜先后醒来,四下一看,不由大吃一惊,大胡子不见了。 他戴的拇指搓的手铐脚料,却都完完整整放在地上。 牢房的锁也安然无恙。 看样子,大胡子凭着缩骨法之类的功夫,竟越狱了。 可是,两人想不明白,为什么不把他俩一起就走呢? 狱卒发现,犯人越狱,马上跑去报告马县令。 不多时马县令满面惊慌的来了。 奇怪的是,他一没发脾气,二没骂狱卒, 反而恭恭敬敬地对张小六和董掌柜说, 都是王三那家伙挑拨,让我上了大当,两位请回吧。 两人面面相去,不过县太爷既然这样说了, 他们也不再顾虑,便出了大牢。 张小六回了豆腐房,不大功夫他老婆也从女牢里回来了。 两人整理起了石墨,明天还得做豆腐呢。 忽然发现石墨上有字,是用手指头刻上去的,写着,三文钱现在还上。 原来大胡子还记着这档子事呢? 两口子哑然失笑。 可三文钱在哪里呢? 一番寻找后,他们在驴草里找到一文钱, 钱下压着一张当票,当票后也有字, 赎回玉镯足以小康。 张小六身上有刑伤,便让老婆独自拿当票去赎。 没想到老婆一走就是一个多时辰,张小六不由担心了, 于是他扶着拐杖也上了街,直奔董掌柜的当铺。 大老远的他就看见,老婆竟和董掌柜紧紧挨着坐在一处。 这时,张小六的老婆也看见了丈夫, 他眼含热泪站起来,对丈夫说, 你当这位董掌柜是谁? 他正是我离散的哥哥呀。 原来那年,董掌柜带着妹妹赶路, 一伙自称青云山贼寇的蒙面强人抢走了妹妹, 正要凌辱,却被一个大胡子劫住了。 双方一场厮杀,蒙面强人纷纷逃跑, 逃跑之时面筋落地,竟是溃败官兵所办。 大胡子救下妹妹后,自报家门, 说他才是正牌的青云山贼寇, 平生罪讲公正,良心不曾亏负一丝一毫。 大胡子给了妹妹不少银子后,便走了, 后来他遇上张小六, 两人才有本钱开了豆腐房。 不过,大胡子喝豆浆时, 妹妹刚好外出, 所以没有遇上, 后来听马县令说要抓捕青云山贼寇, 两口子才设计市井, 让大胡子及时逃跑。 两家人合成一家, 三个人自然高兴万分。 这时,张小六说起大胡子还要喊那三文钱的事, 董掌柜哈哈一笑, 说,我见到他还第二文了, 就在我门前。 原来就在刚才, 一个轻衣汉子非一般跑到当铺前, 跪下来高呼饶命, 但刚叫了半生就倒地而死, 他的后脑竟欠了一文铜钱。 不用说, 这汉子就是那个王三了。 那么第三文钱在哪里呢? 直到半年后, 马县令忽然暴毙, 他的小妾透出消息, 三人这才完全明白过来。 原来, 大胡子粤语那天早上, 马县令一觉醒来, 发现有什么东西挂住了辫子, 他还以为是被床头缝隙夹住了, 抬头看时, 竟是一枚铜钱把便烧钉在床头上, 那铜钱只要下一几分, 自己脸上就是万朵桃花开啊。 这时, 狱卒前来报告大胡子粤语, 他就明白了, 这是铜钱市井啊, 只得放了董掌柜和张小六一家。 这也是大胡子没有直接救三人粤语的原因, 如果粤语, 三人就成了逃犯, 只有这样才没有后患。 可马县令到底是怎么死的呢? 原来前不久, 他昧着良心贪污了一大笔救灾款, 心里高兴, 便到小妾的房里喝酒。 早上迷迷糊糊起来, 他发现辫子又被挂住了, 心里一急, 坏了, 青云山贼寇又上门了, 结果竟当场吓死了。 其实这回啊, 那辫子倒真是夹在床头缝隙里了。 可是, 堂堂县太爷怎会用一张破床? 因为啊, 这床有暗格, 那笔救灾款就在里面放着呢。 好了, 故事讲完了, 还请帮忙点个赞, 祝你明年发大财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